聊斋故事,木渊,通州大清寨有个木匠叫丁冲,他年轻英俊,一手木工活做得十分出色,但他好吃懒做,纵是有好的本领,却也只是混了个温饱,但思想上他自命不凡,总冲紧着能娶一个漂亮的大家闺秀,不将就。 一天,丁冲与好友田大力一起去逛花街,一直玩到傍晚才依不舍地回大清寨,他们已经有了些醉意,在路上一路歪歪扭扭地走着。 路过一片竹林时,田大力看到天上有一只精美的木渊,古代木质风筝,随风摇曳,不一会儿就掉到了竹林里。 他只给丁冲看,说道,好精美的木渊,不知道是谁放的,看样子主人家找不到他了。 丁冲也看到了,他身为一个木匠,深知那木渊有多神奇,制作水平有多高。 传说中,木渊是古人耗费多年心血,观察英寸飞向的姿态,别具匠心之诚。 古人第一次制得,那木渊在天上飞了三天三夜才停下来。 想不到当今世上,还有人懂得这门手艺。 丁冲马上冲进竹林,摘下挂在竹枝上的木渊,细细观察。 田大利连叫了他几声,他都没有答应。 他也走进竹林,推了推丁冲的肩膀,说道,这是人家的东西,金贵得很,主人家一回就过来寻了,你不会是想偷偷带走吧? 丁冲不悦地说道,我只是想看一下这木渊的制作原理罢了,失传上千年的手艺,多稀奇。 田大利也遇到,这传说之物,你一个乡村木匠也能看得懂。 丁冲不高兴了。 他被裹身去,看着木渊上面的精妙的笋毛结构,叹为观止。 每片木材,皆为传说中的青木,同样大小的一块,此木只有寻常木头五分之一的重量。 即便如此,没有上好的雕琢技巧,也制作不出木渊的羽翼。 丁冲爱不释手地观察着木渊的每一处花纹。 田大利说道,丁兄,天都要黑了,再不走怕会惹上脏东西,传说这片竹林不太平。 丁冲数次将木渊放下,可他都再次捡了起来,细细把玩。 这是传千年的宝贝,少说也值个百十两银子,要是卖给李大元外,我们就发财了。 田大利说道,我是读书人,在之前的东西,不是我的,我也不会要。 如果丁兄硬要据为己有,木田某不能苟同,先行一步。 说完田大利便独自离去。 丁冲放下木渊,朝田大利追去,可田大利丝毫没有要等他的意思。 丁冲见状,又回头看了一眼木渊,再一次转身回去把玩木渊。 他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,自己虽然不会居为己有, 但主人家一时半会找不到,他带保管一下,也不是什么大的过错。 天已经黑了下来,丁冲渐渐看不清眼前的木渊。 他升起一堆篝火,干脆坐下来观看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,竹林里出现了一个青袍男子,一副侠客装束。 他好像发现了丁冲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向他。 专心置之的丁冲被眼前突然冒出的男子吓了一跳。 青袍男子上前一步,笑道,大哥不用害怕。 我是三桃村的元老爷家的门客,大家都叫我张大成。 此木渊是我家主人一具古书之城,飞了一整天就不见踪影, 虽命我前来寻找。 幸好大哥在此处升起篝火明事,否则我就无法交差了。 一具古书?哪一本古书? 我怎么没听过丁冲好奇地问道。 鲁班本纲,此书外界并没有流传,只有我家老爷世代相传,外人并不知道。 张大成说道。 张大成伸了几次手,丁冲都没有将木渊递给他。 张大成说道,大哥,我家主人说过, 谁能找回木渊,他就归谁,还有这等好事,那我可要拿走他了。 丁冲将木渊放入怀中,想要回家。 张大成一把拉住他,说道,大哥,且听我说吧。 昨天我家主人已经重新制作了三支木渊,可怎么也飞不起来。 他想拿这支回去参想一下,三天后,我拿到此处送你,如何? 丁冲心想,三天后,谁知道你会不会守诺言。 张大成是个聪明人,一下子看穿了丁冲的心思。 他说道,要是大哥不放心,觉得我只是个冒领的骗子,也合情合理。 不如大哥跟我一起回渊府,木渊由您先保管。 当你看到那三支一模一样的木渊,就相信它是我家主人的了。 我家主人浩克会包你施主,到时三天一过,你便将木渊带走。 丁冲洗上心头,能白吃白喝,还可以得到这支传说中的珍贵木渊。 就算自己学不会如何制作,拿它去卖给李大元外,也能混个半辈子无忧。 丁冲言不由衷地说道,真有这等好事,天下间哪有免费的午餐? 大哥尽管放心,我们元老爷家财万贯,财不稀罕的几个小钱。 元府是出了名的门客多,现在有三十余人。 平时帮不上元老爷什么忙,照样白吃白喝多年,大哥才住三天,又算得了什么呢? 丁冲这才放下戒备,高高兴兴地跟着张大成走。 天上没有月亮,当下身手不见五指。 张大成像长了一双夜视眼一样,在漆黑山路上剑步如飞。 丁冲数次跟不上他,好在张大成一直在前方用声音指引着他。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,俩人来到一处山坳,一桩孤零零的豪宅处理在那里。 张大成扣了下大门,良久,元老爷满脸堆笑地出来迎接。 元夫人热心地为丁冲奉上好酒与一桌子饮菜。 丁冲早就饿坏了,他谢过元老爷,便食指大动,吃了个渡圆。 元夫人说道,丁兄弟真是能吃啊,一桌子的菜都吃完了。 丁冲尴尬地回应道,失礼了,失礼了,实在没吃过如此美味的饭菜,一下子没管住嘴,让各位见笑了。 元老爷白了夫人一眼,转而对丁冲说道,能吃是福,能吃是福,见内头发长见是短,不会说话,还望丁兄弟别往心里去。 元老爷都这样说了,丁冲有点受不起,他一拍脑袋,说道, 哎呀,光顾着吃了,正是倒忘记了,来,沐渊给你。 元老爷接过沐渊,两眼放光,马上往后院走去。 丁冲有点不舍,问道,元老爷,你现在就要制作沐渊吗? 我能观看不?元老爷停了下来,说道,惭愧,这并不是我制作的,是一个叫继绣才的门客制作的, 我现在要交给他参想,如果丁兄弟有兴趣,可以一同前往。 丁冲跟着元老爷去见了继绣才,那可真是个高人,他虽然二十多岁,却有一股冒蝶老道士的仙气, 说话文皱皱,走路也不同于常人,是戏子们走的四方步。 继绣才话极少,仅与元老爷寒暄几句,便拿出木工刀,专心雕刻那三只还没有完工的木鸢。 丁冲则坐在一旁观看,时不时就问继绣才几句制作的技巧,继绣才非常耐心,礼貌地回答他。 搞得丁冲都有些不好意思,自己是一介莽夫,竟被人这样尊重。 丁冲用他紧懂的几句知乎哲也跟继绣才交谈,得知丁冲是个木匠,继绣才喜出望外,他拿着鲁斑本钢在旁边指导,让丁冲动手,笑吕一下子就上来了。 只削一天时间,另一只木鸢也在元府院内起飞了。 元老爷心花怒放,对丁冲说道,我有一个女儿,尚未婚嫁,敢问丁兄弟成亲了吗? 丁冲几乎笑出声来,眼下可真是五福临门,如果能成为元老爷的女婿,这辈子可就没白活了。 他赶忙达道,小人尚未成婚,元老爷马上叫了一名少女。 十五六岁的样子,他眉眼如画,肌肤有如寒玉一般,晶莹剔透,黑发猪唇,明眸好吃,美得不可芳物。 少女听过元老爷吩咐后,便挽着丁冲的手在院子里漫步。 元小姐很蛮皮,经常半股怪下丁冲,丁冲还故作受惊吓配合他。 就这样,丁冲白天做母渊,晚上与元小姐相会,三天过后,两人暗生情愫。 这天晚上,元小姐满脸红韵,她对丁冲说,冲哥,我今晚偷喝了爹爹的药酒,现在身子不舒服,好不难受。 丁冲一听,为难了,自己用了数日在元府树立的好形象,可不敢婚前就乱搞男女知识败坏了。 但她深知通州特产,密制药酒的威力,因为她每次出入花街柳巷之前都会喝上一杯。 如若没有情事,酒力三天三夜也解不了,发作时全身很痒难挡。 不等她思考如何处置,元小姐竟撕开胸前的衣服,贴到丁冲背上,说道,好烫,冲哥,我好难受。 丁冲把心一横,就抱着元小姐进了闺房,吹灭了灯火。 一日,元小姐起床,她发现床上的丁冲大叫起来,元家的婢女家丁应生而至。 眼看丁冲没处躲避,元小姐反应过来了,她朝门外大喊道,好大一只老鼠啊,吓死本小姐了。 小姐快快开门,带小人进去,帮你抓住她。 门外的家丁大声叫道,她已经从窗户钻了出去,我昨晚没睡好,打算再睡一会儿,你们都散了吧。 对了,别在我门外吵吵。 吓人们听到后,纷纷散去。 可元小姐没有了往日的热情,冷冷地说道,你是谁啊,随随便便就进我房间。 丁冲有些后悔,她没想到元小姐居然翻脸不认人,看来婚前行乐是人人嫌弃的行为, 自己当下的身份的确不够资格进入元小姐的闺房。 待元小姐穿戴整齐,她让丁冲翻墙出去,不能让她的家人知道。 丁冲也明白,明洁对一个女子有多重要,凭两人数日的交情, 她相信元小姐一定会嫁给自己的,于是她就听话地走了。 在回村的路上,丁冲美滋滋地,心想,幸好没有听了书呆子田大力的话, 不然就错过了大好的一段姻缘。 虽然不是十分完美,但能成为元府的成龙快婿,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美事。 所谓的美中不足,是元小姐的身材,她看起来朱元玉润, 但摸起来却瘦得像个排骨精一样。 丁冲不知道走了多久,她迷路了。 来的那晚,是张大成带的路,她是一点都没有看清。 一连三天,丁冲就在山坳里不停地兜着圈子,像是混入了什么怪圈一样。 她饿了,只能摘些野菜,抓些鹤鱼生吃虫鸡。 可长期吃食这些,丁冲有些头昏脑子长, 她使劲地拍打自己的脑门,希望可以想起那晚的山路。 不知道又过了多久,丁冲醒了过来,她看见不远处有一个木童在放牛,她连忙跑了过去。 小娃子,你知道怎么出山吗? 木童见了生人,一点也不害怕,淡定地问道,你是走不出这山坳了? 丁冲点头如捣蒜。 木童说道,那你想不想走出去? 想啊,做梦都想,你躺下,不管我做什么都不可以起来,除非我叫你。 木童悠悠地说道,一听能走出山坳,丁冲心想,你就是砍我两刀都行。 我还赶着回家准备聘礼,去迎娶元小姐呢。 闭上眼睛,木童似乎还有些不放心,在此吩咐道,丁冲乖乖地闭上了眼睛。 哗啦啦的流水声响起,一阵尿骚味向得丁冲难受。 原来这小孩在往他身上撒尿,还刺满他全身的每个地方。 丁冲骂道,小孩,你找死吧。 嘻嘻嘻,木童牵着牛跑开了。 丁冲起猛了,又摔在地上。 原来木童早已经用草边的条绳子,一头绑着他的右脚,一头绑在一棵小棺木上。 等丁冲解开绳结,木童早已不见踪影。 他顺着牛蹄印,竟一下子走出了山坳,回到了那片离大清寨不远的竹林处。 此时,田大力和一众乡亲正在竹林里寻找着什么。 他们一见丁冲,都松了一口气。 原来村里人以为他不见了,结伴出来寻找呢。 田大力生气道,多大个人了,说失踪就失踪。 丁冲可不想告诉这些穷乡亲自己的服饰。 一旦他们知道自己要入赘原家,岂不是都跑来跟他借钱? 丁冲东聘西凑,终于准备好了二十两银子。 他买好三斤和布料,叫上田大力一起,将聘礼挑到园府。 路上,他们遇到了张大成。 张大成像是不认识丁冲一样,从他面前走过也没看他一眼。 大成兄弟。 丁冲叫了出来。 这位大哥,你认识我? 张大成停了下来,好奇地问道。 于是丁冲将那晚他带路的事说了出来。 张大成一脸茫然,说道,你在说什么呀? 我完全没搞明白,我可不认识你。 如果没有其他事,我先走了。 丁冲拿出墓冤,说道,这只墓冤你还认得不? 你家主人的。 张大成见了墓冤,像见鬼似的,拔腿就跑。 丁冲只好一边走,一边问路人,到了晚上,俩人终于赶到园府。 田大力帮他将东西送到,就先行告辞,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身份低微,没有资格认识袁老爷。 丁冲摆好一堆货物在园府门口,看门的家丁吆喝着,让丁冲将东西挪开,别挡道。 丁冲大喊道,我是丁冲,前几天还在你们府上住过。 看门家丁嫌疑了他一眼,一动不动。 丁冲心想,老子入坠第一天就对付你,但现在连门都进不去,如何入坠呢? 他只好低声下气,掏出几枚铜钱,递给看门的,让他帮忙通报元老爷。 看门的让他在纸条上写下名字与室友,便拿着进了礼物。 不一会儿,看门的出来了,骂道,好个乡野村夫,如此无礼,我家小姐可是你能高攀得起的? 我老爷有令,打死你个村妇。 大门被推开,一群手持棍棒的家丁蜂拥而出,将丁力打了个七婚八素。 这是怎么回事? 几天前还好好的,一下子就翻脸不认人了。 丁冲被打成重伤,那些家丁没有下死守。 打完后,还将他送到附近的医馆疗伤。 丁冲足足卧床一个月,才能正常下地走动。 郎中见他能动了,跟他说,你的钱用了八辆银子,这十二辆是剩下的,还给你,你快些离开吧。 躺了一个月,怪下人的,搞得我的病人都不敢前来看病了。 听闻此言,丁冲拾去地带上银子和聘礼,雇了一辆马车回家。 刚到家门口时,他听闻院子里有叮叮咚咚的声音。 自己一直读住,连清歌都没有自家的钥匙,旁人是怎么进去的。 他推开房门,院子里,村民有才正跟一个人交代着如何打一道木门。 那人背对着自己,不停地点头应允着有才。 听到有人来,那人头也不悔地说离句,需要打什么家具。 我刚接了好些活,可能要排队。 丁冲大吃一惊,那声音,那语调,跟自己一模一样。 那衣服,不正是自己过年刚做的长衫吗? 怎么穿在他身上? 自己都舍不得穿呢。 有才看了一眼丁冲,大喊一声,妈呀,什么怪物。 丁冲捂着脸跑开了,他被打得太惨,一个月根本恢复不了,现在还是面目全非,旁人自然认不出他。 丁冲想到了好友田大利,于是他直冲田家。 田大利打量了他半天,说道,你别乱说,丁冲哥在家帮有才家打大门呢。 你到底是谁?丁冲无奈,只好竹筒捣豆子,将所有事原原本本地跟田大利说了一遍。 田大利打惊,说道,我可分不清你说的是,要不我们去莲花寺找慈悲和尚看看吧。 田大利十分讲义气,就算他不相信眼前之人就是丁冲,他还是带他去了莲花寺。 一见慈悲大师,丁冲扑通一下跪了下来,喊道,高僧救命。 待听完丁冲的叙述,慈悲大师双手合十,念了一句,阿弥陀佛。 他谨慎地观察了一遍被打成猪头的丁冲,知道此物不简单,他念了一遍《华严经》才说出了自己的猜想,你被顶替了。 什么顶替?就是野鬼寻替身。 啊,田大利和丁冲的嘴巴都张得圆圆的,不明所以地看着慈悲大师。 你所说的沐渊呢,能拿出来我看一下吗? 丁冲连忙从怀里掏出沐渊,拿到慈悲大师面前。 慈悲大师和田大利面面相觑,丁冲再睁眼一看,手中居然什么都没有,他右手托着空气举在前方。 不对呀,田大利,那天你也看到沐渊了呀。 田大利费解地抓了一下脑袋,说道,大哥,你在说什么呀? 那天晚上,竹林里鬼火攒动,你不自觉地跟着鬼火走,吓得我一溜烟就跑开了,根本就没有进过那片竹林,哪有什么沐渊啊? 那你记不记得沐渊的制作方法? 慈悲大师问道,丁冲二话不说,熟练的现场制作了一个沐渊,只是那沐渊刚做好,在天上飞了一小会,便消失不见。 既自如做姓氏,就不念记,念跪,他已经明示自己是鬼秀才了,可能他死后,真的参透了沐渊的制作,但那是在阴间制作,到白天就会消失不见。 他教你做沐渊方法,用来买你的命啊,二人听得一愣一愣的,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慈悲大师继续说道,你是被鬼遮掩了, 张大成以及袁府一众人,全是那精怪幻化而成。 你不是说袁小姐朱元玉润,摸起来却像排骨精一样吗? 就是这个原因。 对了,你这日子对不上,你在袁府住了几天? 丁冲续想了一会儿,说道,出袁府的时候,我被困在山坳里,出来不,遇到了一个木童,他也是被继绣才遮掩才看到的吗? 慈悲大师常常说了一口气,说道,他可不是继绣在遮掩看到的,他是你的救命恩人,如果你困死在山坳,那继绣才就名正言顺顶替你了。 木童是真人,他应该还救助过其他人,他用童子尿为你破了鬼打墙,你才能走出来。 丁冲续想,好险,差点就死在里面了。 慈悲大师接着说,他将你捆好,再往你身上磁鸟,明显是上一个他救的人打了他,他血精了。 原来如此。 大师,我还有救吗? 慈悲大师说道,本来是没救了,但上个月,我参透了地藏经,能与那邪物斗上一斗,时间也充足。 你要是再晚来一天,就是大罗神仙,也无能为力。 休息一下,明天白天正午,阳光最盛之时,我与你们前去,消灭那邪物。 一日,三人吃饱喝足,过了辆马车便朝丁冲家出发。 丁冲不解地问道,何不叫些小师傅一起前往? 慈悲大师道,邪物的技法是蛊惑人心, 可不是比拼武力,他们的定力不够,去了反而是阻碍。 来到丁冲家,大门早已敞开。 慈悲大师说道,果然是个高人,知道我们要来。 他一个邪物,要修炼到如此境地,实属不易。 丁冲,你先去与他谈判,看他肯不肯将身份还给你,如若不肯,我再去消灭他。 丁冲硬着头皮走了进去,一看,果然是那句秀才。 好你个继秀才,现在我带来慈悲大师,他大人有大量,念你修行不易,如果你将身份还我,便饶你一命。 哈哈哈哈,继秀才大笑起来,凡人就是凡人,慈悲慈悲,真是人如其名啊。 可他不知道的是,天一黑一亮,就是一天了。 过了今天,就算天王老子也会认为我才是丁冲。 你在说什么? 继秀才抬头看看天,太阳正在慢慢消失。 天苟十月,丁冲大惊道。 继秀才淡定地说,不用费心了,慈悲小儿的地藏正法是能灭我, 但也得好上半日时间,我是等了上百年才等到的天苟十月, 要不是凡间每隔十年,就会出现一个纯阳小童。 我根本就不用等这么久。 你是说那木童? 继秀才点点头。 丁冲迅速跑到门外,跟慈悲大师说了,继秀才不肯。 慈悲大师手举禅杖,口中念念有词,顿时风云大作, 他飞身朝继秀才打去。 不知道逗了多少个回合,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, 一盏茶的功夫,天又亮了。 慈悲大师的法咒在日光最盛之时,威力最大, 他一禅杖将继秀才打得灰飞烟灭。 慈悲大师元气耗损严重,已经不能走路, 丁冲和田大力借了个轿子,一起抬他回莲花寺, 索性大师清修一生,体重有如小牛犊,并不耗费二人力气。 离开莲花寺时,慈悲大师拿出一瓶金疮药递给丁冲, 说道,这是我佛门弟子练功用的爹打药, 好用得很,送你吧。 丁冲迟疑了下,对大师说道,慈悲大师, 你是不是眼花了? 我身上哪来的伤? 慈悲细细观看,果然,丁冲的脸上, 身上,全都完好无缺, 完全看不出受过伤的样子, 突然他浑身一震,两久才缓了过来。 他说道,老那既差了, 还以为你这些天受过伤呢? 丁冲大笑,挽着好兄弟田大利往山下走去。